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我們今天 要跟同學們來談 市場與國家的第二個部分 那這市場與國家 還有制度安排 談福利國家社會管制方式的變遷 這篇論文是我寫的 因為是學術論文 有些名詞可能比較堅設一點 同學有任何問題再提出來 好嗎 好 那這一篇最主要是要有制度的層面 institution 制度面來探討說 福利國家體制 他的社會管制方式 那尤其著重我們會來討論 他的家庭制度 勞動跟教育 還有健康跟環保 那所以這社會管制 有些人把它稱為叫做社會條件 那如果就英文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清楚 來看看說 How is the welfare state regulate society via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那來看看說 透過制度安排 福利國家做什麼樣子的社會的管制 社會的條件 那我們談過這是什麼呢 就是來看看說 這市場國家跟社會群體之間 三者之間的關係 各國要採取怎麼樣子的制度安排 那社會群體包括譬如家庭 還有non-profit organizations 非營利組織 還有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 然後我們來看看說 每個國家他要仰靠市場嗎 那或者是全然的國家介入 來提供機會跟服務呢 或者是說要依靠家庭 非營利組織 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呢 好 那我們之前談過 在過去30年 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之下 各國的發展策略幾乎是向右走 向右走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提過吉米對不對 向左走 向右走 然後在我們的課裡面 向右走是向什麼呢 從最左邊的市場的開放 最左邊的國家的介入 到最右邊的市場 對不對 自由市場 那每個國家向右走 就是來開放市場 好 然後各國的政策改革 都是朝向一個比較市場化 自由化 國家的檢除管制 然後福利的鎖減 還有勞動市場工作的彈性化 好 這是我們談過的 那所以呢 這一篇文章最主要來談說 從1980年代開始因應這樣子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跟開放市場 那福利國家做什麼樣子的 體制的改革 那世界各國從事的改革 一直到現在你都可以看到持續的在進行 那我們要來看看在全球化之下 到底福利國家跟市場跟家庭 這三者之間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那每個國家著重在哪個部分呢 然後福利國家做什麼樣子的改革呢 那福利國家體制 他是透過跟市場跟家庭之間的 一個制度關係來形成他的制度安排 那但是福利國家體制 是有他特定的歷史文化 他的社會價值 還有誰是執政黨 執政的歷史發展是息息相關的 那我們要跟同學們來談到 S.P. Anderson提出有三種福利資本主義的類型 好 我們來看看 在英國 美國 這樣子一個所謂的自由體制 就強調自由市場的開放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他角色扮演裡面 在家庭、市場、國家之間呢 你看到哪個最重要 當然 市場最重要 好 我們這邊談到核心的 就是最主要是市場 所以我記得我們舉過的例子 好 那在美國 你如果要有健康保險 你要找誰呢 私人的保險公司 對不對 好 那這些私人的保險公司去保險 但是當你在學的時候 學校會幫你跟這些私人保險公司 去保團體保險 好 但是當放假的時候 這個要很小心 不論寒假、暑假 放假的時候你是沒有保險的 所以我們每次在放假的前幾天 你就開始必須到你學校的附近 或你住的附近 有什麼樣子的保險公司 你去那邊投保 這一段期間 放假期間 一天都不能少 好 你要是少了一天沒有保險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當年我們在那邊唸書的時候 有個同學在暑假的時候 到學校的醫院 就像台大醫院嘛 我在Temple University 所以是那是Temple Hospital 然後去拔了一顆字尺 結果回家發炎了 所以又回到學校的醫院 然後住院了一個禮拜 然後他拿了一個帳單 多少呢? 這樣子 4000塊美金 我們當時是40比1的 所以這是多少? 16萬台幣 你想要一個研究生付16萬台幣 為了一顆字尺 你當然付不起 但是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暑假期間沒有團體保險 他並沒有到保險公司自己去投保 所以這個費用必須要自己付 可是如果你有去跟保險公司投保的話 這16萬是誰付? 保險公司付的 如果在你保險的項目裡面 好 那所以這是在美國 好 那所以後來那個同學到費城的 因為Temple在費城嘛 在費城的 到費城的City Hall裡面有免費的義務律師 然後走律師幫忙 可是後來結果怎麼樣 我離開了不曉得 但是這裡面就是顯示了 在美國 當你踏上美國的土地 你每一分鐘是要有保險的 沒有保險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裡面 美國市場依賴 美國是依賴市場的 那像健康保險 你看到這是有市場來解決的 然後福利國家鄰居的最主要的方式 很個人主義的 然後鄰居的主要場域還是市場 那去商品化 所謂去商品化就是 本來商品就是市場的意思 那去商品化的意思就是 你去市場的程度是很少的 因為它是最主要依靠市場 國家介入非常少 所以向美國要來開辦全民健保 從當時克林頓時代 他是請希拉蕊來做全民健保的事情 還是沒成功 然後到現在歐巴馬要來做全民健保 然後可是現在你知道 當他要實行的時候 有非常多人反對 一個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私人保險公司反對 很多的醫院反對 醫生、醫護的團體一樣反對 然後還有很多的州 現在很多州還來控告歐巴馬是違憲 因為全民健保是要求 每個人是什麼 必須要投保 強制性的 美國人外院他說這是侵犯了我的個人自由 那所以這是在美國你可以看到 他們一向依靠市場 所以在美國我們提過沒有國營事業的 那當然並不是沒有國家介入 那就像我們談到新自由主義 那種供給面的經濟學 還是有國家的介入 但是國家介入在哪兒呢? 一個是國防 另外還有經濟供給面的介入 提供企業各種有利的投資環境 低利貸款、減稅免稅等等的 那所以這是英國、美國 我們看到他們自由體制 他們福利資本主義的特色 那來看看北歐呢 那角色扮演很重要的 最核心的是什麼? 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教育、醫療 全部是免費的 但是前提是做得重分配政策 很高的稅率 記得我們當時提過一個例子 在芬蘭有個人騎重型機車回歸了 那這張罰單有多少? 還記得嗎? 有提過嗎? 沒有嗎? 這一張罰單是17萬歐元 當時是40幾的 你乘以40好了 這是將近700萬台幣 你說可能嗎? 沒錯 這是他們的所得重分配政策 騎重型機車 他們重型機車跟轎車的交通規則是一樣的 那你說依據什麼課稅 不是像台灣是騎頭式的 一張違規可能就是26000 等等的這樣子 不是 他是看你的什麼? 所得 哇 這個人太有錢了 因為他是個企業的小開 好 他有錢了 所以他要付一張帳單要付這麼貴 好 但是公平嗎? 他們會認為他很公平 因為這是國家的所得重分配政策 之後有一次有個瑞典的富豪 然後在芬蘭也是開車超速了 然後他要被罰款三、四百萬台幣 然後他還是滿有錢的 三、四百萬台幣有一張罰單 然後這富豪賢太貴了 好 那所以前提是所得重分配政策 這很高的稅率 當然人民願意付這麼高的稅率 有一個更往前的前提是什麼? 國家的政治要很透明化 很親民的 你做什麼事 你拿了這麼多各種的稅 但是我做什麼樣子的支出 我錢用到哪裡去 在教育嗎?在健保各個面向 所有的支出必須要非常透明 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 才能形成社會的公司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然後在北歐呢 福利國家鄰居的方式是普遍公民權 每個人失業了都可以領失業津貼 可是在美國你知道領失業津貼是什麼呢? 會被人家認為這是什麼? 你個人努力的不夠 而且在你的生命中 這是成為一個stigma 一個污點了 可是在北歐他認為說不是 這是每個人只要失業 你就可以領失業津貼 這是國家來幫助你走過這個階段 然後當我找到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不領了 我想這是很健康的思想 可是經濟學家對失業津貼一直會認為 當國家提供失業津貼的時候 這些勞工就怎樣? 對 不工作了 沒有工作意願了 可是北歐很不一樣 尤其在他們卡爾文主義 這樣子一個工作輪移之下 那工作是天職 然後每個人是需要有工作 好 所以只要每個公民 他是基於普遍公民權 每個人都一樣的 不管你是企業家 不管你是勞工都一樣的 都能夠享有的福利 所以鄰居的主要場地是在國家 然後去商品化 很大 因為主要是有國家來承擔的各種的責任 好 然後在歐陸 這裡面包括歐陸 還有包括像南歐國家 我們把它稱為統合主義 corporatism 那最主要就是統合主義的意思 就是國家來介入老子關係 那最核心的是家庭 然後國家是輔助的 輔助 好 我們來看看 他強調家屬制度 就是家庭主義 那每個家庭裡面 尤其這個家庭主義是 家庭的婦女要來負擔非常多的責任 家庭的照顧的責任跟服務 好 然後統合主義 我們剛剛提了國家介入老子關係 然後國家主義 最主要國家來照顧誰 公務人員 還有企業的核心的員工 有很高的這些薪資 還有譬如這種福利 譬如保險好了 那還有企業或者國家的福利 他是給予配偶跟小孩 照顧整個家庭的 所以鄰居的最主要場域在家庭 然後去商品化也滿高的 因為他不是仰賴市場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然後從1980年代開始 我們看到說歐美是在經歷了 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所以製造業委說 而是有服務業來帶動經濟的成長 那總體經濟的成長也趨壞 因為1980年代 從1970年代開始就是經濟不景氣 失業率很高 然後個人主義盛行 但是個人自由常常因為你的失業 福利被削減 或者成為部分公使者而受到很大的限制 好 然後各國因為歷史制度安排 所以他福利國家改革的路徑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看說英國、美國 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 走向一個市場化的路徑 就是強調經濟自由化、國家解除管制 然後強調個人的市場權利 你任何事到市場去解決 不論你的教育、不論你的健保 各種你需要的東西 那個人的市場獲得薪資跟解決你的生活的需求 那以勞動市場跟工資的彈性化 來化解經濟不正跟失業的問題 那像我們之前提過的 他創造了很多低薪非典型工作 造成工作貧窮跟社會的不平等 還有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我們上次提到 你怎麼知道你被解僱了呢 一早走進辦公室打開了你的email 然後發現哇 我被解僱了 然後公司要求你 在一個小時內收拾個人家當離開公司 這是一個個人化勞資關係 沒有工會來幫你講話 那而且這種市場導向跟個人主義 也形成了兩性的同工不同酬 做同樣的工作但是薪資不一樣 然後兩性的差距 在三種體質裡面是最高的 達到百分之二十 就是包括時薪或者月薪 做一模一樣的工作 但是還是同工不同酬 薪水還是不一樣 那單性女性有很嚴重的工作貧窮 因為她這種工作常常是什麼 低薪的非典型的工作 而且總是服務業 低薪非典型工作 向上流動性很低 然後兩性更加的不平等 所以英國、美國 你雖然看到他們有非常蓬勃發展的 之前有這些婦女運動 但是還是在性別平等化的過程 性別平等還是滿有限的 那我們再來看看貝歐 那他是走人力資本的路線 我們之前在談過勞動市場的時候 談到他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然後他說失業者要領失業津貼 可以但是必須參與職訓或教育訓練 然後還有政府的就業服務 都是可以讓失業者盡快回到勞動市場的 而且他的社會投資策略 譬如說這些社會投資是 尤其投資在人力資源 譬如健康訓練、健康照顧等等的 還有包括像健康保險都包括在裡面 還有社會服務的擴張 這些社會服務 譬如說公共托育、免費的教育、訓練 還有健康照顧等等的 然後性別比較平等 比較公平的機會 那這種在北歐我們看到是什麼 男性生命歷程的女性化 這是S.P. Anderson所提到的 在他2009年他的新的著作裡面 在談到說 Male life course 的一個feminization 那是什麼呢? 男性必須要跟女性來共同負擔家務 不是只有女性來做的 而且國家更是來支持婦女這樣子 出去外出工作的一個新的角色 然後給予家庭足夠的各種服務跟支持政策 而且國家也提供了各種給予婦女的就業的機會 那所以像公共托育等等的 這些全部都是免費的 然後他可以造就婦女獨立發展 跟這個人格的尊嚴 然後讓兩性的勞動力 兩性的人力得到最好的 最適的一個運用 所以像在北歐我們看到 他婦女25到60歲 那我們通常是用15到64歲的勞動參與率 那他的25到60歲的勞動參與率 婦女的可以達到80% 80%的婦女是就業的 這是世界最高的 那是很不容易的 那這裡面國家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來看看歐陸跟南歐 那勞力索解在1980年代開始是鼓勵 提早退休 降低青年失業率 但是歐在危機之後 因為國家財政的困難 改採延後退休 譬如像法國本來60歲退休 要延後到62歲 而且他們可以領全額的退休金 那要從65歲再延兩年再到67歲 可是為了這兩年 法國人很不領情 幾百萬人大規模的勢威優勢 那不願意讓國家做這樣子的改革 然後在歐陸我們可以看到是失業型復蘇 也就是說經濟成長並不同時 帶來就業機會的增加 那在德國有開放彈性運用勞動力 譬如說高階的工程師都有派遣 被派遣到好幾個企業去做這樣子 很多技術諮詢的工作 但是國家來照顧勞動市場的圈內人 這些insiders 譬如說公務人員 或者企業的核心的員工 很高興 福利非常好 那但是他非常強調這種家庭主義 familienism 婦女必須有承擔在北歐 有福利國家承擔的家庭服務跟責任 那譬如要做很多的家事 要照顧小孩 照顧老人 好 那在歐陸 南歐 甚至在亞洲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家庭主義 都是限制婦女的獨立自主 尤其是她的就業跟專業的發展 好 婦女沒辦法外出就業 那婦女也沒辦法做她的專業發展 好 然後歐陸婦女的就業率 在國際上比較低 然後在德國 那婦女的勞動殘餘率 那同學們猜猜看 在德國的婦女的勞動殘餘率 跟台灣的勞動殘餘率 誰高呢? 台灣嗎? 那好 同學 認為台灣的勞動殘 女性的勞動殘餘率 15到64歲 勞動殘餘率 比德國高嗎? 請舉手 請舉手 然後認為德國比較高的 請舉手 好 都有 好 我們來看看 用2012年的資料 德國的婦女的勞動殘餘率 是53.5% 53.5才過半的婦女 15到64歲 對 那台灣呢? 2012年 才剛剛過50% 是50.2% 所以台灣的女性 而且這應該是說 台灣的社會文化的制度 對女性的規範 甚至比德國這種家庭主義還怎麼樣? 影響還更大 對 那所以這是我們台灣能努力的地方 好 然後歐陸婦女在國際上已經比較低囉 台灣還更低 好 那歐陸缺乏國家提供的家庭服務跟知識政策 譬如托育措施很不夠 像在台灣 我們的公共托育也是很不夠 好 在北歐這些公共托育是什麼? 不只非常多 非常的充足 而且完全是免費的 免費的 這很不容易 好 然後所以在歐陸 我們可以看到像德國 好 婦女選擇不生育 產生很多低生育率的問題 那你想台灣呢? 還更低 台灣的生育率還是幾乎是全球最低的 你可以想像這種狀況有多慘 好 所以表示我們要做的事還很多 尤其政府可以提供的 應該是要更多的 好 然後也一樣強調家庭主義限制婦女的外出就業 好 那國家提供的家庭服務跟支持政策 還是很有限 那低教育程度的婦女 只能從事低薪的臨時或部分公司的工作 那單親女性的貧窮率非常的高 好 那形成低就業低所得 你沒辦法外出就業 你若外出就業 尤其低教育程度的婦女 好 那這種工作也是做得很低 好 那但是在南歐的伊拉利跟西班牙呢 我們看到如果你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話 好 那而且你有機會進入這些高階的管理 或專業階層 譬如當個建築師的話 哇 那很不一樣 那是能夠與男性平起平坐 合作無間的性別平等關係 而且因為你的收入 薪水非常的高 好 然後有很好的兩性的平等的關係 好 那同學們猜猜看 義大利的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並不高 好 然後2012年是39.4% 差不多40% 那臺灣是超過50%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說 那家庭制度 特別在家庭制度方面 北歐是去家庭化 有國家來承擔婦女的家庭服務跟責任 照顧小孩 照顧老人 照顧生病的人 這些家人 那國家有各種的家庭服務 那國家也提供個人跟家庭免費的教育 跟健保服務 所以減少你家庭的支出 好 然後在歐陸跟南歐 這種家庭主義 由婦女來承擔家庭服務跟責任 而且國家也來照顧公務人員跟他的家人 那但是在英國 美國呢 這是用市場來解決婦女的家庭照顧責任 所以小孩是送到 他們還是有一些公立的 但是還是很少 那daycare center或kindergarten 然後但是大部分是私人的 而且有些私人是什麼 貴族學校 你知道有很多人上的貴族學校 是從託育中心到幼稚園 到大學 哇 這真的是貴族學校 你知道我們在非常的Temple University 你是不是有機會到UPEN 那賓夕法尼亞大學 去看看他們的大一的開學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在開學前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父母 送他們的小孩到學校來 你知道UPEN是什麼 美國東北角的IV league 長春的盟小 這些學費是非常貴的 一個學期大概至少美金 一個學期美金至少多少 十萬台幣 至少兩萬 三萬美金 學費喔 那不包括生活費喔 你知道他們父母怎麼送小孩來上學 開一輛車 車上裝得滿滿的 小孩要住進宿舍裡面的 他的生活用品 然後這個車子是一邊有四個門 一邊喔 我不是說一輛車有四個門 一邊至少有四個門的 好 所以你就知道這些豪華的車 好 那而且他們的宿舍常是單人的 一人一間 好 然後怎麼吃宿舍的餐廳 樓下有Buffet 每一餐都是Buffet 那你就知道他的餐費是很貴的 好 然後這是 他來解決譬如說 剛剛說的教育 你從小到大 教育的問題 好 那照顧小孩 那這些私人的託育中心 好 然後私人的學校等等的 然後家庭照顧 譬如說老人 有養護中心 好 但是也是要自己付肥的 好 那但是在美國 你也可以看到英國 美國 就是有社區community 或者是說這些非營利組織 或者非政府組織 很多教會 好 然後來協助部分家庭的責任 所以我們來看看福利國家 好 去家庭化的比率 就是國家介入的部分 那公共支出與家庭服務占GDP的比 好 然後在北歐你可以看到 是最高的 1.85的GDP 好 而最低的是什麼 在南歐 這種家庭的服務 就是由家庭自己來解決 好 國家介入非常少 那3歲以下的公共託育的百分比 那你可以看到在北歐 非常的高 雖然他們還是有私人的 他們還是有私立學校都有的 好 那但是31%可以在公共託育 這是1980年代 好 那現在會更高的 那在歐陸 公共託育 那9.2% 然後最低的是在美國 好 這個公共託育的比例 是最低最低的 好 然後60歲以上的老人 我們接受家庭協助服務的百分比 在北歐你看到高很多 而最低的 包括在日本 好 那日本你可以看到 也是由家庭自己來解決 好 在南歐也是滿低的 好 所以這是福利國家 介入家庭化的程度 好 那在勞動體制跟教育方面 我們看到這是我們之前提過的 在英美主張這種 導動市場的彈性化跟工作福利 你要領取福利可以 但是必須國家幫你媒合的工作 你必須要接受 好 然後教育市場化 像我們剛剛提過的高學費政策 所以它造成教育機會 非常的不均等 在美國你可以看到 還是有些人不識字的 你真的不相信 好 那而在北歐你可以看到 他提出的生產主義就是 國家提供每個人 想要去做任何事的所有的資源 你想上各種層級的學校 你就去 完全免費的 你想先去工作 再回來學校都可以 所以我記得上次有跟同學們談過 對不對 哪個國家或地區的百貨公司的小姐 最年輕最漂亮 北歐對不對 因為我從高職畢業或甚至大學畢業 我去當個百貨公司的小姐兩年 然後我可以再回學校 念個大學 念個研究所 然後以後你找的工作就不一樣了 所以他們百貨公司的小姐 這種低層的服務業的扭動性非常大 因為外面有這麼多各種的資源 只要你想 你有需要的話 你都可以去運用 各種教育訓練 或者各種教育的這種機構 好 等等的 所以他們可以造成這種勞動參與極大化 一方面是他們的宗教靠文主義 提供這種工作倫理 新的工作倫理 工作是天職 你非常勤奮的工作 你才能夠怎麼樣 證明你是上帝的選民 這是卡爾文主義裡面同學們都知道的 然後來影響在包括北歐 包括在歐陸 還有包括美國的也是這種清教徒 那Protestants 那他們有這樣子性的工作倫理 你知道以前在農業社會的工作倫理是什麼 你之所以需要工作是因為你 除了要生存 還因為你是排名 待命 命不好 所以你需要工作 命好的人呢 你當個地主 當個這些企業主之類的 你自己不用去工作 你不需要當這些低層的工作的人員 可是呢 卡爾文主義 提供一個新的工作倫理是什麼 你必須要勤奮地工作 然後證明你是上帝的選民 而且來榮耀上帝 我想這樣子的工作倫理是很不一樣的 好 那所以在北歐我們看到說 就像剛剛提到的領事業津貼 好 國家提供事業津貼給事業的勞工 但是勞工呢 會努力去找工作 找到工作 我就是不領事業津貼了 好 對他們 也工作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項 而且是來證明你是上帝的選民 沒有工作絕對不成 好 那所以這是勞動參與極大化 而且其實他們是一個 非常人性化的一個工作的環境 像企業 那企業要給勞工工作的環境 必須因為勞工個人的需求 而來改變這個工作的環境 工作的內容 譬如針對殘障人士 然後必須來提供一個環境 非常好的環境 讓他們能夠工作 而且提供各種的環境 讓他們覺得 在北歐是做得到這樣 讓他覺得跟一般人沒有任何差別 這是很不容易的 那所以北歐他有世界發展的最好的輔具 還有各種殘障的設施 然後來協助讓殘障者跟一般人 是完全一樣的環境 這個是很不容易的 好 那所以這是我們談到 在北歐怎麼樣讓勞動成立極大化 讓每個人都能夠去工作 而成為工作成為天職 好 所以國家大量投資在人力資本 他們認為他們能夠有一個資源 最重要的就是人力 那所以教育去商品化 這是完全免費的 從小到大 然後非常人性化的教育 你知道很人性化的教育 你知道在北歐他們的教育 小孩從小到大 你拿的成績單 沒有成績喔 只有評語 這不是很棒的事嗎 其實我希望我每個期末 能做的事也是這樣 每次要給成績 這真的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每個學生都表現得這麼好 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特色 好 那所以像他們中小學 每個教師都會有兩個老師 一個老師主教 一個老師呢 而且他們一般最多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 然後另外一個老師呢 來看看是不是每個人都跟上了 沒有跟上的同學 老師馬上過去協助他 馬上教會他 讓他跟上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 前生活財幣有用 他們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 這是在台灣很缺乏的 好 然後他們依公民權 每個失業者是可以領失業津貼 他們不管經濟學家 不管他們的企業族 這些僱主都非常贊同失業津貼 因為他們說 一旦換我失業的時候 我關場了 換我領失業津貼 好 那不像在美國 在台灣 經營學家跟這些僱主 是最反對失業津貼的 好 在歐陸呢 是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從政 但是他們職業跟身分的地位 階層化非常的明顯 他們有各種職業的工會 那但是他們的教育去商品化 你如果到德國念書完全免學雜費的 而且不只你完全免 你的太太一起去那邊念書也一樣 是完全免學雜費的 好 然後他們也充分發展 他們的學徒制的技職教育 臺灣在30、40年前有發展的 非常好的技職教育 但是中間中斷了幾十年 現在要重新來發展 要很努力 所以這是我們來看到 他的工作成長就是新增加的工作機會 然後失業率的變化 還有實際的失業率 還有結構性失業 我們上次提過是因為產業結構轉型 而產生的失業 好 那工作成長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這些國家性自由主義 這些自由體制的 他們創造很多新的工作機會 但是這新的工作機會 常常是什麼 低薪的 不分工時或臨時性的 非典型的工作的機會 而且失業率你可以看到 這是1996 那在當時你可以看到 美國5.4% 現在也差不多54.9%左右 但是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的失業率都上升 然後現在有些國家慢慢降下來 然後在北歐、芬蘭、蘇聯15.7% 這是因為蘇聯垮台之後 尤其跟蘇聯的關係 很多經貿的減少而造成他們的高失業率 然後其他的國家還好 然後這些歐陸跟南歐國家 那西班牙有很高的失業率 然後現在也是一樣 尤其在歐債危機之後 那失業率都是超過20% 而且義大利也是超過20%的 而且他們年輕人的失業率 這些青年失業率更是超過50% 這表示年輕人兩個裡面 有一個是失業的 非常的嚴重 所以現在你知道 很多義大利、西班牙的年輕人 是到哪兒去找工作 到其他國家、歐盟國家 或者像西班牙回到他以前的殖民地 去找工作都有 到海外去 那結構性失業 這是產業結構轉型所產生的一個失業 好 在健康照顧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來看看市場跟健康照顧的關係 那在美國是有私人保險公司 來提供個人或團體的健康保險 那北歐則是去商品化 國家提供免費的健康照顧、健康保險 那譬如說他們的老人安養機構 全部是免費的 那歐盟這是由家庭婦女 來承擔照顧責任 但國家也給予公務人員跟企業核心員工 完善的健康保險制度 而且福利是給予他的配偶跟子女的 我們來看看在社會保障方面 譬如說公務門的社會支出 在北歐你可以看到瑞典非常的高 然後在美國少很多 那私人的教育支出 瑞典幾乎是很少 然後女私人的教育支出非常少的 然後在美國就2.5% 佔你的GDP的百分比 然後私人健康支出 然後在北歐1.1% 因為他還是有私人保險公司 你可以另外去家暴的 然後在美國你可以看到非常高 在美國在花了非常多的錢 在健康保險方面 或者健康的支出 因為你知道美國的醫療費用是非常貴的 像我們剛剛舉的一個例子 那4000塊美金就這樣 16萬台幣 然後你能付得起嗎 所以都必須透過保險的 然後私人的年金 那像在美國 這是你必須靠著 除了個人的提拨 還有你可以去跟這些受險公司 或各種的公司去投保 作為你的未來的 你年金可以領取的 當然是你現在要支出非常多的保費 好 然後在家戶的支出的百分比裡面 你可以看到 在家戶的私人的健康教育跟年金 在美國高出非常多 因為家庭必須來負擔這些健康費用 教育費用 還有年金的保險費用 還有白天托育 有家庭的 有兒童的家庭 那美國你也可以看到是 高出非常多 這些是你白天托育的費用 你必須家庭支出 那但是在瑞典 你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稅 每個家庭必須繳稅 你幾乎有近四層的 家戶的支出是在繳稅 很多的 那你賺的錢很大部分在繳稅 但是北歐人會認為繳稅是什麼 是個人的榮譽 表示我有能力 我能繳多少稅 而且這些錢國家拿了 能夠很透明化的來支出這個方面 而且你想想你的教育健康完全免費 表示從小到老你擔心什麼嗎 不用擔心 那所以其實像在北歐的農夫 那他只能種根莖類的農作物 那但是他每個小孩可以去受教育 完全免費的 健康保險完全免費的 你真的不用擔心什麼 這是國家承擔的責任 當然相對而言是透過所得從分配政策 很高的稅率 你可以看到這種社會保障之處 那在北歐 在美國很不一樣 好 環保制度 那我們來看看說產業資本這種市場力量 跟環境保護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然後在美國我們提過市場企業資本之上 雖然他政府有非常嚴格的環保標準 但是污染的企業或勞運密集的產業 就外移到哪兒 我們講過 到他的後院 墨西哥 對不對 好 那但是他有非營利組織 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譬如Greenpeace 綠色和平 很多非營利組織在裡面扮演 然後美國拒簽進度一定數 主張全球碳排交易 不過現在已經簽了 巴黎氣候協定 好 然後在北歐 我們看到挪威政府非常積極的推動電動車 電動車 汽車 那這個電動車可以在公共的停車場 完全免費停車 而且在公共停車場可以完全免費的充電 好 而且你可以不用繳非常貴的燃料水 好 國家給予各種的incentives 讓你來買電動車 那所以他們每年在挪威有一天的電動車的加年華 這些電動車全部開出來 好 然後綠色的 好 然後在馬路上遊行 好 聲勢非常龐大 這是他們的積極推動電動車 然後瑞典的焚化炉我們看到不污染 然後不像我們的焚化炉做得並不夠 好 然後在歐陸 德國是全球最大的防治污染設備輸出的國家 濃色的屋頂都撞色 太陽能擺 然後政府積極推動綠能還有飛河 然後我們要跟同學們談到瑞士 瑞士到今天能就公投不通過加入歐盟 要加入歐盟的公投還是通過 為什麼呢 因為人民擔心說 當我共同加入歐盟之後呢 那麼多的卡車會穿梭在產業道路之間 污染我的環境 影響我的觀光產業 我想這是瑞士人 他們共有的價值 他們社會的共識 你想台灣會因為這個理由而不做什麼事嗎 不會 好 所以最後 來 我們來看看 在北歐 你可以看到 有國家扮演著最主要的角色 去商品化 就是非市場化 去家庭化 家庭的責任由國家來承擔 好 那不代表說北歐沒有家庭 其實他們小孩跟父母的關係 還是非常密切的 但是他們絕對不住在一起 小孩跟父母住的距離開車一個小時 這是一個很近的距離 他們週末會開車一個小時 去看父母 好 而在美國你看到市場取向 那商品化 一切用市場來解決 去家庭化也是譬如照顧小孩的責任 送到託育中心 私人託育中心 或者是幼稚園 而不是由婦女來照顧的責任 好 然後但是在德國 如果在義大利你可以看到 家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家庭婦女 那常常被限制外出就業 而是你必須來照顧家裡的小孩 老人或生病的人等等的 好 所以這篇論文的最後來談到說 其實未來不論我們的市場國家 跟社會群體之間必須要有一個新的制度關係 這新的制度關係是什麼 非新自由主義式的 非市場化的 然後這些改革能夠有助於發展 我們比較公平有趣的一個經濟社會 好 到這邊 看了那麼多世界各國的制度安排 然後我們來看這是一項有個調查 出生在哪兒最好 那臺灣全球排名第14 然後他說出生的地點可能很重要 這是經濟學人雜誌的中刊的關係機構 那出生在哪兒最好 第一名是瑞士 那到2030年 這種長期的一個經濟的預測 總共有80個國家 然後臺灣還比美國、德國、南韓、日本好 然後第二、第三是澳洲跟挪威 那第四之後是瑞典、丹麥、新加坡、紐西蘭、 荷蘭、加拿大、香港、南韓19、日本排25 前十命有一半是在歐洲國家 歐元區國家 是荷蘭 好 希臘、葡萄牙、西班牙都滿後面的 因為歐債危機 那還有法國、英國也是2627 德國、德國、德國是16 然後最後面的包括奈基利亞、拉肯亞、烏克蘭 然後BRIX 我們來看看金磚十國 那巴西37、俄羅斯72、印度66、中國大陸第49 好吧 那同學們想看看 如果你能再生請問你會選擇哪個國家呢 寫下你的國家 如果你能夠再加上個男人、女人也可以 譬如我想當日本男人 好 那你就寫吧 學好就交上來 我們馬上開票 哇 同學寫俄羅斯 他說普丁霸氣總統 反同志 然後紐西蘭的農場主人的小孩 農場主人的小孩 哇 可能滿幸福的 好 然後我會選擇挪威 因為該國風景 該國風景 應該風景優美 對弱勢社群比較照顧 不會有太大的工作壓力 然後芬蘭 性別都可地廣 哇 沙烏地阿拉伯 男人 然後臺灣男人 哇 臺灣男人 你知道中國大陸的女人 她們最想嫁的 第一個是想嫁外國人 第二想嫁的是臺灣男人 第三想嫁的才是上海男人 好 我是說上海女人 好 想嫁的這三個選擇 好 美國男人 然後 I'm Indonesian I would choose to be born in Canada 好 加拿大 美國 男 然後為什麼寫高加索人呢 來 她說美國白人男性 然後富二代 哇 然後臺灣 因為自己去過多個國家後 發現臺灣 臺灣怎麼樣 護照真的很好用 臺灣護照真的很好用 福利也很好 所以依然會選擇臺灣 好 北歐國家 因為社會福利制度很充足 然後臺灣男人 臺灣各方面表現其實都不錯 哇 女生 再生想活在 Italy 義大利 義大利 南歐 然後日本 然後寫臺灣國 臺灣國 好 中華民國男 然後臺灣男人 臺灣 臺中蠻好的 臺灣女人 臺灣除了正式不太好之外 其他的真的都不錯 好 你們猜猜看我最喜歡 我想算在哪兒 北歐 還有嗎 趕快猜 有一個同學跟我養 對 有一個同學學了義大利女生 你知道義大利男人超會搭三的 可是我不是想被男人搭三 好 舉個例子 先講個故事好了 以前我指導一位女同學 研究所畢業了 然後跟男朋友去義大利自助旅行 然後這女生非常高興地回來 然後 可是他說他的男朋友跟他說 他這次去不知道去做什麼 因為這女生一直被義大利男人搭三 好 那所以好 你知道為什麼想當義大利人 而且當義大利女人 我們剛剛提過 義大利女人一旦到進了高階專業階層 是個男人平起平坐的 然後他們有非常高的專業的水準 而且義大利還有什麼特別 這是文化古國 文化 那其實他們現在 這個文化還是影響到他們 你知道米蘭是世界設計之多 然後不會比巴黎差的 那所以他們很強調設計 所以你可以去他們的公園看看 他們的公園其實是個水泥的椅子好了 上面不是就是這樣水泥是什麼 貼馬賽克 但不是把它貼滿 不是同一個顏色貼滿 像台灣建築的外面 就是同一個顏色把它貼滿 這是義大利人很無法忍受的 他們是絕對是一個公共藝術在哪裡 譬如包括他的地上 也是公共藝術 然後這個椅子上也是 包括他們的浴室裡面貼磁磚也是 那還有他們的各種的文化 其實我從小聽義大利他們的民謠 那奧斯羅密爾同學們知道嗎 我心中的太陽就是非常有名的 然後還有義大利的歌劇 所以這是他們的很深遠的文化 當然義大利有一樣東西 讓你很無法忍受的 你看過電影 教夫 好 黑手打 好 所以你知道有一年 前幾年在義大利南部 有個城市 然後垃圾堆積入山 然後一個月都沒有人收垃圾 垃圾清運 你知道會臭到不行 每個小學生就走過那個路去上學 然後最後你知道嗎 歐盟祭出什麼 你知道歐盟的法令多如牛毛 他祭出了垃圾管理法 要求義大利在一個禮拜內把他解決 可是你知道義大利 為什麼可以囤積一個月 因為這是黑手黨掌控的垃圾清運 好 好吧 那謝謝大家 好 那你也可以看看世界各國的制度安排 那同學有什麼偏好 好吧 我可以看見你 感谢观看